第二份禮物是基隆赤酿酒组合 有我们基隆在地的风味 基隆市政府秘书长黄俊逸 与日本工程县议员护赠礼物 象征台日友好情谊 因为亚洲布道大会 首次在台湾举办 我们淡然古道的百年三境 中战跟北战就是在我们基隆暖暖 尤其我们暖东峡谷 更是这个古道过去中战 必经民伤往来的地方 最近更是成为国内外热门的 国家生态律道的一个重要的景点 深获大家旅客的喜爱 我们今天特别办这个活动 主要是过去这八年多来 林佑昌林市长在跟中央积极争取 相关的资源 我们把我们整个暖东峡谷的步道 包括这个步道 梁亭跟指标的系统 都整建得非常的完善 所以等一下相信大家走起来 应该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这一次是我第一次来到台湾 参加亚洲步道大会 不只日本议员前来 连韩国步道联盟友人 加起来一百多人 都来到金融暖东峡谷 准备欣赏淡然古道中路 步道之美 虽然天空不做美 但不减大家的热情 其实路还蛮安全 而且它规划得很好 对 然后沿途又还蛮漂亮的 大家可以看到那个暖东峡谷 我觉得其实它就是一个 怎么讲 真的就迷你版的那种 泰鲁阁还什么的 因为它当中的那个 河边的那些石头 那种就是被侵蚀的 就是还蛮壮观的 今天是亚洲步道大会 在暖暖的吃行程 然后等一下呢会有很多 如果日韩友人我们一起徒步 走到就是大晶农场 然后接下来再走我们的暖东 教道上去 这段步道非常非常自然跟宜人 因为它 它不只是你可以 它不只是简单 就是对于比如说你不太会爬山的人 你可以来 然后重点是它可以清水跟清山 然后重点是 你在步道过程中 你会看到很多仔细的步道的功法 就是我们有一整段 是花了三个礼拜 我们用手做步道的方式 用周遭拿到的气石一阶一阶整理出来的 我们不只是整理了步道 我们还整理了排水系统 然后甚至整理了步道旁边的边坡 就是它的那个边坡的博坎 那这些都是我说 今天你是一个爱山的人 你觉得你不喜欢走太水泥化 太人工化步道的人 暖东峡谷这一段 暖东旧道会非常非常适合你 那暖东峡谷有手做步道 暖东旧道有以前古人 就做出来的台阶跟步道 那是从大人古道 从很久以前我们这边的居民 要到就是哥马兰厅 那这一段就是他们一直在走的路径 所以非常非常推荐给大家 为了纪念亚洲步道大会 徒步嘉年华在基隆 同步推广暖暖生态游 圣府推出了 金美淡兰暖暖即彰玩走纪念卡 今天非常高兴 新红第四届的这个亚洲步道大会 在台湾举办 那尤其首发呢 在基隆的暖暖后 来举行这个徒步的嘉年华 我相信这是台湾的盛事 也是基隆的骄傲 那尤其我们在整个暖东峡谷 到整间完毕之后 相信能够对于整个软液体的设施 服务的品质能够更加的提升 那我们也诚挚的欢迎 国内外喜欢践行徒步的好朋友 来到台湾来到基隆 来欣赏独有的台湾山林之美 尤其是我们基隆暖暖的山林之美 台日友人来到台湾 基隆市借机行销暖东峡谷之美 也拼基隆的观光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道